同仁 兄弟姐妹们 我是柳传志 你们已经听到了 我和袁庆 丽南 写给你们的公开信 情况你们已经清楚了 写信的时候 我心潮反馈 难以平复 很显然 这不是一个吃瓜群众 不明就里 随风起哄的问题 这是真正有策划 有布置动机极为恶劣的阴谋 联想集团的手机业务 做的确实不好 应该认真检讨 但这和动机无关 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 扣在联想集团的头上 这不但是要砸了 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 而且还要我们终身 蒙羞受主 这种阴谋做法 如果得逞 会使中国的企业界 正气荡然无存 舆论界乖风 甚嚣尘上 对国家 这社会会产生极坏的影响 兄弟姐妹们 到了我们挺身站出来的时候了 朗朗乾坤 如果几万名员工 都不能让正气自保 我们还办什么企业 我们就是一群窝囊费 联想的干部 要积极行动起来 全体同仁 要积极献金献策 万众一心 同仇敌忍 誓死 打赢这场 联想荣誉保卫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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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